欢迎回来 日记大联盟球星大谷祥平 投入新东家道琪队后 举行正式的加盟记者会 他也圈上道琪队的17号球衣 接受访问 亲自解释选择道琪的原因 就是想要赢球的决心 有志一头 广场上塞爆媒体记者 等着他出场 大谷祥平现身加盟记者会 传上17号球衣 亲自曝光他与道琪队 签下史上最大合约的母后秘心 大谷祥平解释 道琪队跟自己志同道合 都把银球当作唯一目标 坦言不确定自己还能活跃多久 因此要尽快抢下世界冠军 而记者会上还发生有趣的小插曲 全世界都想要知道 你的鸡名字是名字 我说的是鸡名字 这些人的名字是很难的 大谷祥平不只球技 就连吸睛能力都相当惊人 光是到齐队制服 就创下开拍48小时内 史上最高销售记录 开幕战的门票更是持续飙涨 最贵的一张 竟然又价台币30万元 有专家分析大谷转队到齐后 预估在2024年冲出新台币 141亿经济效益 另外大谷的老家严守线 展出1比1还原大谷的手型雕像 引来粉丝朝圣 前来举行握手会 明星赛使用过的头盔 也在拍卖会上卖出308万 甚至就连代言过的化妆品 也是大卖 店家营业额大涨50% 记得综合报道